各位观众您好,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,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个孽子,归孽的孽。 孽子的国语之音是孽,四声孽,那孽孽,四声孽。 孽是古时射箭的靶子,又称为射孽,也借用为标准法度模范的代称,如归孽一词。 归为侧制影定时间的器具,而镍除了是射箭的靶,也是侧水平的仪器,所以后人凡是可以做标准的便称为归镍,如奉为归镍。 镍又是编辑的意思,王蔡有海富,其身不测,其广无镍。 剧中的镍字,指的便是编辑。 镍斯又称为镍台,是官名,在元代称为宿政联防使,明清则明提刑按插使,负责司法刑誉及官吏考核,是省级的重要行政主管之一。 镍字很容易被读用为高,高,高字的国语注音是歌凹高,义升高。 高是我国的姓氏,如高瑶,是于顺时的御官之长。 如高于是周朝的一位相,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样而亲不待也,往而不可见者亲也。 这段话便是他因为私欲而悲痛说的。 所以孔子听了,便把高于的话来告诫门人。 据说,孔子的弟子听了之后,有十三个人向孔子请假,辞归返乡样亲。 与镍字、高字相似的还有这个稿字。 稿字的国语注音是稿,歌凹稿,三声稿。 稿是高的明亮的意思,诗经未封有,稿稿日出。 颜稿青是唐代长山太守,在安禄山攻陷长山时,骂贼致死。 文天祥正气沟中的,为颜长山蛇,就是指他而言。 总之,念、高、稿,这三个字外形很相似,运用读念时应该特别注意。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,谢谢您的收看,再会。